後續你會看到有一些 有關於 圖面上是拿到是PDF PDF圖檔的處理 上禮拜有一個同學就用那個當期中考 其實不必那麼辛苦你就把我的PDF交回來就好了 而且內容全部都有 你看他們那麼辛苦用PDF轉成DW他轉不回來 對不對 好 那兩位同學請坐好 OK好不要這樣子 如果 徐晏老師幫忙等一下 這張圖 這張圖你可以知道這張圖不是國內的公路 你可以看到國外的公路他們開車的時候其實都很守規矩 就算路線很長單線道他們也不會隨意操車 這是國外我的心得 那 算了不講這個國民道德 有點跟那個有關係 來我們這個章節要跟各位了解道路工程的本質 跟道路工程繪製的圖面有哪些 然後什麼是中斷面圖 什麼是排水工程跟道路的關係 這四個你要懂 這四個你要懂啊 好 那這個的話 來 那各位 各位在看到這個DWG PDF變DW的過程裡面 這是一個網頁 叫Zenda 那你可以把PDF丟進去他會轉成DWG 我本來 其實上學期的話我有教求他們 把PDF轉成DWG 他們有做了 同學很多的反應是說 會畫圖的同學都說他寧可重畫也不要轉DWG 因為非常的複雜 尤其文字 尤其文字 尤其地形圖 好我們測量地形圖 這是不太好轉 但是這是一個 一種方式可以得到DWG的方式 好 那你沒有加入會員沒有什麼可能要花很多的 時間等待 而且轉檔的圖檔大小有限制 這個你可以從PDF轉回DWG 你可以事實上 那另外一個 有一個叫基本圖的下載 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他裡面有一個基本圖 那這個網址 好像已經 沒有了 這個不是 這個網址還在 可是基本圖的下載已經不見了 那 這邊裡面有一些東西 我這邊有 有護坡 排水 橋樑 道路 其實我們的施工土 土木偏來講的話 除了前面講的結構 好 結構 RC SRC 還有 電機技師的水電 測量我們就沒有講了 測量那個部分我留給測量的老師 他們有測量技師 怎麼會圖 再來 我們的道路工程 橋樑 護坡 排水都會用到測量工程做起來的地形圖 好 道路工程等等 那這些圖形來講的話跟各位講一下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我想 讓你了解一下 免得說 你不知道 什麼是什麼 譬如來說 以我們施工圖2來看 這是公共工程基本圖裡面的圖繪篇裡面 我以前下載的 那現在不容易找到BR是bridge 好 然後 其他我不是很清楚 好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DR的DW是什麼 你看一下DR00 各位開始的時候你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現在好像沒有 你如果有需要同學我可以 我不能提供 可以給你參考 OK 圖不是我都怎麼可以提供給你 對不對 懂我意思吧 那有個同學跟我講 老師你幫我灌autocad 我看多少錢我付給你 好 好 他當作我是all ok的代理商 好我跟他講說不可能的事情我說你灌不會 你來問我我教你 但是我不可能 幫你灌 聽懂 你看這是他們的裡面的圖檔 看到了沒 這個圖檔對於你來講這都是標準圖 這一看你就知道是什麼什麼基本圖 水溝 解水溝 當然你遇到這張圖你會很開心 可是你遇到一件事情 他圖的粗細是用什麼來決定 你要弄清楚 對不起我那個圖形不見了 那是記憶體的問題 這是 這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提供的 基本圖檔 我也給各位看一下 好你注意看他基本 你看管函 這是道路工程的進水口 DR0001 你再看底下這邊 他這邊 他這邊有 繪圖的人員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圖檔名稱 有沒有看到他的日期 這是2002年12月31號存檔的 有沒有看到建檔的日期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們的圖框周圍都有這些很小的訊息 你看到嗎 你對你的圖框到底有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圖是算是比較嚴謹的圖檔 所以當你如果在工程顧問公司上班的時候要匯圖 這些標準圖檔一定要準備好 到時候可以套 就跟你上學期 期中考的時候作業 鋼筋標準圖可以從那個 那個我們的那個公會 祭司公會裡面 直接去擷取圖面 這是蠻好的一個東西 不過他現在已經停止讓人家下載了 所以 我也不敢強求你們去載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隨便找一個DR009來看一看 DR009你可以看到 你看他紫色是拿來寫文字 這都解水溝 這是排水溝 那這排水溝那個鑄鐵板 看到了 那這是落水孔 泄水孔 三英寸花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繪圖情形有沒有 他雖然不是很怎麼樣但是我是覺得 他的繪圖方式還是 有條不問啊 我是覺得這個已經畫得很不錯了 所以才會被公共工程委會選擇標準圖檔 好不好 那你看是不是還是那幾個人畫圖 應該是 對 一樣 齁 確瑞民工程師 那繪圖員是廖立邱 所以你應該就是把你的東西都寫在上面不一定要很清楚 但我們在找圖檔的時候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哪一年畫的 有沒有看到 2002年存檔 所以 連分秒都很清楚 禮拜幾 所以 這個東西可以用歐洲去做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不記得可以去找 好 那這就是公共工程委員會給的標準圖檔 我就不曉得你自己有沒有 我是建議你 要走這一行的話 這些圖檔都把它收集下來 以後你會用得到 好嗎 好 那是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字型要不要更換 要 更換成你要的 或者你的圖 配合成他要的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 OK 這個部分 就是跟各位講基本圖檔的下載 好 那 台北市政府公務局有標準圖的下載 這個蠻有趣的 可是我後來發覺這個圖檔 我們試試看 在這裡 好這還要網路憑證 對不起我沒有上網 好吧沒關係 這我們再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沒有 連線 是我要Login 我要Login才可以有評證 OK 那再做一次好了 這台北市政府的施工圖 所以我說你如果真的很有心在畫圖的時候 你要善用Google大神 那比如說是什麼施工說明 鋼筋一般規定 我的建議是這樣 鋼筋的規定你就照那個 土木技師跟結構技師公務的就那幾張圖就很夠用 那你看其他 蜂窩怎麼處理 混凝土裂縫怎麼修補 他都有標準圖檔 你將他標工程這些圖上面一定要有 這是留給他們那個 營造廠或者是工程顧問公司他們來用的 了解嗎還有施工說明 你看道路工程 水利工程 公園 烏水道下水工程 大地工程 所以 我們今天談到道路工程嘛 你如果真的缺圖的同學啊 我再講一下你後續 缺圖的同學你是做水利的 環保的 河川的 這都可以用 然後呢烏水下水道的 其實烏水下水道的話 併在道路工程的下方 一部分 大地工程你也可以去找 找成你講的標準圖來介紹 了解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你你上來報告我們來報告台北市政府這工程技術平台 比如說我舉例來講 這是道路標準圖斷面 我現在就按他有DWG喔有沒有看到 他有PDF 我點下去 好 這是A01標準斷面圖 各位這就是道路標準斷面圖 有看到嗎 你也可以拿這個當你的圖面的上台報告 你不要在那邊找半天老師我都找不到圖喔我不知道 那那是你的問題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邊圖面就有很多了還有DW到 DWG各位就清楚我建議各位載DWG 去改成一樣 變成你的圖框 好不好 如果你會DWG那都不是問題因為你將來要包工程啊 你不可能拿那個什麼 拿台北市政府那個圖框來不要包了聽懂沒 懂嗎 就是這樣我已經教過你們把他圖 截到你的圖框裡面來 怎麼去做 那個一定要會做 好 那其他道路構成啊 市區尺度表啊 人行道鋪面斷面形形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這人行道鋪面 有沒有看到這都標準圖 有看到嗎 這要DWG圖框 好將來要做道路工程旁邊的人行道排水溝 節水溝 這就很清楚了 可以吧 好 所以我說這麼多的資源你要不去用 台北市政府做的比較快啦 剛剛市政府好像還沒找到 好 我們市長說兩年要拼四年拼了什麼我不知道 好 認真 認真就好 拼選票OK 好 來不多講 OK 好 希望他們都當選 好 來往下看 政治跟老師是沒有很大的關係 沒有意義 OK 來 那這個會下載的話 我們再來往下看 那公路工程裡面 這個圖档下載的部分 我就先講到這邊 不要扯太久 好 那我們再來看那個 不要扯太久了